зуб 是 上哪砸 都砸了 这可多是我们的心血啊 没事 到时候让它赔三倍 真的贱 真是够 大人 你怎么来了 你这家伙是不是傻 知不知道这家店是谁家开的 殿下 认识啊 我再认识 抓起来 是 大人 孙子爷 这只有皇子的毛铁 这下子不怕谁还在毛铁 小姐 今天一共接待了五百六十 共收入一千二百两银子 除去人工开支 竟赚了八百两银子 这也太厉害了吧 再加上赔偿的三千两银子 天哪 要是每一天都有人来打电就好了 想什么呢你 不错不错 这笔生意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赚钱 我想啊 等咱们之后稳定一点 在全国多开几家分店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客人吃饭不用跑那么远 有一种回家吃饭的感觉 怎么样 这主意不错啊 要是通讯再好一点的话 还可以开展一些外卖业务 降维打击真是毫无压力啊 来来来 喝多水 你可不能生病啊 你要是生病的话 那我们这个店就得关门歇业 关门歇业倒不至于 这点我早就想到了 我呢 我呢会先教一些简单的菜给他 然后再培养一批特级的厨师 这样的话全国开花 那我是不是也算 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了 太好了 是 这个主意也不错 但是啊 就怕 他们不遵你这个祖师爷 所以啊 得选一些品德好的人培养 应该 还需要一些合同来保证我们的权益 这样应该万物一事 你干嘛呢你 没用的东西 没用的东西 奴婢也没成想 那苏家二小姐会这么蠢笨 有了 这样吧 是 小姐 听说这老板呢 是大将军的妻子 这整地和别的男人混在一起 真是不舒服的 太不要脸了 是啊是啊 这种地方 最好不要让自家男人来吃饭 免得被够了魂血 就是 嗯 老大妈 胡说八道是什么呢 我一老 嗯 哎 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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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 俗话说 人生想要过得好 头上岂能不长草 宣洁 将军 我这煞费苦心的凤狂暗示 你难道没发现点什么吗 什么 将军 你要再不努力 夫人就要被三殿下抢走了 她抢不走 民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将军头上的草原 都可以放羊了 形容的可是会声会色 说三殿下和将军夫人 那可是郎才女貌 老百姓 但是大将军却日日独首昆仿 将军 你要不是没被虑 就是在被虑的路上 我 小心 这种事一听就是谣言 以后不准在府里胡说八道 奴婢哪有胡说 昨晚奴婢亲眼看到三殿下 送夫人回来 那起泥劲真是修人的很好 闭嘴 眼界也不一定为时 以后管好你们的嘴巴 是 夫人 将军有请 啊 怎么了 好像是谣言的事 将军今天很生气 还磨了一个时辰的剑 将军每次磨剑 必有血流 八成是今天那个吃火流卧的事 那又不是故意的 我今天也忙了一天累了 我今天也忙了一天累了 要不然你跟他说 我先去休息了 啊 对了 咱就还说 你要不过去 他就过来 啊 那 还是我去吧 骗职的小男生 真的很难哄呢 骗职的小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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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他的 是 是 为本将军 沐浴庚依 我要不认识你 我还以为你是皇上呢 为本将军沐浴更衣 我要不认识你 我还以为你是皇上呢 过分了 对啊 这小眼神直勾勾的 不像是心事问罪啊 算了 先服软 我们要紧 小德 这就为将军哥 忽冷忽热 性情漂泊不定 妖准的小男生模式 给男人脱衣服这事 姐姐还是第一次 这只要睡的节奏 不会是 这家伙喝多了婆婆那个汤吧 还真是神助攻 我想什么来着呢 睡了他 我穿越回去就见不到他了 坐起来的事业也成了一场空 可要是不回去 我都不知道我妈还能等多久 哎呀好纠结呀 我 老夫人 要开战了 刚看到夫人 为就要去伺候将军沐浴 那动静可大了 哎呀这俩孩子 终于开窍了 哎呀 怎么啦 今天 我老让他们喝神仙汤了 哎呦 奴婢这就准备去 快去快去快去 哎呀好好好 哎 愣着干嘛 进来啊 啊 站在这个位置 他 真的好尴尬啊 你要你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你干嘛 你是本将军的女人 谁都不能碰 那你还记不记得 结婚那天晚上你说 说我是政治牺牲品 让我别痴心妄想 现在又说我是你的女人 到底哪句是真的 本将军不管 你我既败了唐 那你就是本将军的女人 谁都不能碰 那你也太霸道了 本将军就是这么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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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听着彼此的心调 感受着爱情的滋液 其实恋爱 真的很简单 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还有对的人 爱就会滋生成景 凝集于心 我要脱单了 你们家小姐 我呀 嗯 你 我闹一下 我宣传 优先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等会儿等会儿 先别碰我 我大姨妈好像来了 哪个姨妈 就是月事 能出去两块两块 小姐 咱剩一这么火爆 为啥还要停烟一天 这个叫饥饿营销 既能让顾客晃晃口味 咱们不是还能歇一天吗 我现在真的服了你了呀 那当然了 你不看看这是谁的鸟子 你 你们 你一个大男人 别整天窝在这 该干嘛干嘛去 我窝在这怎么啦 我可是这半个老板 半个老板 我看你这分明是存心不灵 喂你别乱来啊 存心不灵 你能耐我吗 这就动上了 还没完了真是 先说 君子动手不动口 说反了吧 能打得过他 好 那我就给你动手 停 你俩 你俩消停消停吧 这样吧 今天中午 我亲自下厨 好吧 看在我娘子的份上 饶了你这次 好 对 对 好 好 好 一 哎你们两个一起坐啊一起吃 在我这儿只有朋友没有尊卑 坐呀 那你们坐就坐 别跑 那咱们一起干一杯 来 来呀 喂 我还没说完呢 喂啦 干干干 吃吃吃吃吃快 喂啦 干干干 吃吃吃开吃快 两个没完没了了是吧 你为什么给我的女人尖三 她是我合伙呢 我给她家菜天经地义 不准吃她家的菜 好的 南宫号 不 三殿下 你能不能自觉点 所谓男女有别 你就别在我的男神面前硬撩了 我很尴尬的 真乖 喝吃 来 这女人啊 都没一个靠 这天下 鬼有美食 不可辜负 这女人啊 家 还有没有跟你一样的姑娘 可以介绍几个给我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上面有两个尖酸刻薄的姐姐 下面还有几个难缠的妹妹 你要喜欢全都介绍给你 嗯 不看下 那我安排 哎 恭喜 来 先吃一份嗯来 我不吃了我 哎 吃吃吃 奇怪了 这样就每天都回来接夫人 怎么今天连个下饶都没拍了 没说 反正离得紧 你到时候陪我走两步呗 小姐 你今天兴致不高啊 离开家久了 我有点想家了 那个冷冰冰的家 有什么好事 我说的是我真正的家 我可不想在这儿过生日 我怎么也忘了 小姐你今天过生日啊 怎么 你要送礼物啊 做啊 李徐总 我送你 你一句祝福 一点都不实际 我才不要 嗯 妈 我想你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你教教我好不好 好 奇怪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小姐 小姐 好 别家 生日快乐 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 我都会陪你一起过 我都会陪你 你 好 我 我 我 要 我 你 看着漫天的孔明灯 风的方向是我对母亲的思念 靠着爱人的肩膀 向往星空 许下了我这一生的愿望 你看那边 静若拜见皇后娘娘 起来吧 谢娘娘 静若 你在楚家待了这么久 可有成效 闻娘娘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楚军瑶也是掌重之物 可是谁想到 这半路杀出个苏浅浅 现在楚军瑶 一门心思都是她 根本对我没有半点情谊 静若 本宫对你实在太失望 家族培养你这么久 连个小女人都对付不了 眼见皇帝对朝廷的掌控越来越大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连这件事都办不好 后果你清楚 静若知错了 静若一定竭尽全力办好此事 我累了 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若倩倩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好果子吃 吃着这些菜我肚子疼 这些菜里是下毒了吧 我也肚子疼 老板娘 你下了什么毒 快快快快 快快 快 打人哪 去 去 倩倩 你没事吧 伤到哪儿了 没事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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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